为了协助有知创业的学生把握在学期间累积创业能量 台大学创新育成中心举办了创新创业交流论坛 邀请来自北中南地区的学生创业团体与辅导单位分享经验 互相观摩学习 教育部国科卫这边也多很多创新创业的这种相关计划 尤其是国科卫的U-STAR这种计划 那我们也希望在学校能够多找出这种能量的学生 辅导他去参加这些计划 那所以我们这一个机缘之下 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把全台湾这优质的团队我们把它找过来 那跟我学校的团队互相交流 从里面学一些彼此成功啊失败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一直认为创业这件事情啊 你在浪头上你就是成功了一半 所以像现在很重视的一个永续议题 如果你能够跟上这样的一个脚步 你怎么样把这样的永续的概念导入你的商业模式 你可能就能够很快速很稳健的成长 然后另外呢 其实我们青年发展处呢 希望能够提供青年把彰化当作是一个 从你idea到market的一个培养名这样 彰化清发处处长黄金化表示 清发处提供了全方位的创业资源 包含青年创业一对陪伴辅导服务 创业研习课程 青年创业补助申请等 连结政府的资源青年创业可以更加的顺利 接触这个大业物浴房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其实一般在做水足这个方面的应用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像是我们的水需要经常做更换 或者像里面的一些绿材过滤棉之类的需要池上清洗 才不会造成堵塞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想要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结合一些不一样的技术 就是我们的制作我们的洁净微生物证株 我们的这个志气科技能 我们打造这个LPG Cloud 它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提供给瓦桑这样的一个 B2B的这个管理系统 那这是一个自动化管理系统 我们提高了他们的这个管理的效率 那优化这个整个管理流程以外呢 我们甚至说这样的一个服务 可以提高他们的品质 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团队之间的交流 提供新的刺激拓展彼此的事业